国道继承收费方案终于拍板定案了 未来前20公里统统免费 而超出的部分每公里收0.9到1.2元不等 以台北到高雄来说 如果是走国道1号呢 是比现在要少收16块钱 但是走国道3号反而增加2块钱 而继承收费后 过去连续假期的免收费时段也会取消 预计在12月份上路 商业许久国道继承收费方案终于拍板 未来每天每台车固定前20公里免费 超出的部分200公里内 小型车每公里收费1.2元 超出200公里每公里收0.9元 目前来讲75%以上的用路人 事实上是降价的 少数有一些事实上是好像是增加 其实它不是涨价 而是过去他们已经占了很多的便宜 交通部强调新居上路之后 以现行每天148万上国道车辆来说 只有不到三成二会多收费 反而有53万辆次可以免费 不过继承新居上路之后 民众走国道可要多做点功课 因为以北高来说 走国道1号可以省16块 但如果走国道3号 则要多收2块钱 而全台涨价最多的路段 则是国道3号关系到白河 一口气涨了85元 利息是属于经营公司远通收的 利息是远通收的 是 这契约就这样写的 各位大家想想看 多大的利益啊 除了继承新知识交点 现在也传出ETC上路之后 收据通行费放在基金当中 每年10多亿的利息 居然全进了远通口袋 立委大骂 没有道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